脸书签字文搭配照片 农业粉砖 林北好游痛批吴英宁的台湾价值 让人看了一身冷汗 还有这篇 支持蔡英文支持吴英宁后 各种护航文 开始把吴英宁捧成能力超强的圣人 类似针对性发文 从2018年开始到2019年间 几乎一天一泡 林北好游不是今年才开始演戏 从我做到北农中间里的时候 他就开始假扮农业专家 假扮中立的立场来欧北美 当时吴英宁担任北农总经理 所属的陈级重派 和掌握农会系统的 前云林县长张荣卫派 在北农势不两立 巧合的是2018年 林北好游版主林瑞宏 就在云林县府任职 2018年的时候 他们就集体都到了云林 在云林县政府那边服务 他们用他们的脸书 不断的在用农业议题 攻击农委会 林玉宏透过脸书跨海回籍 请蔡逸宇举证 他在云林县府领薪水 还说自己不是2018、19年 开始从事农业政策评论 通篇文章却没解释 2020年为何突然加入民进党 如果他具备了民进党的理念 才加入民进党的话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和张家有远远的不止 林玉宏涉入恐吓案的主席 许哲斌 前老板就是云林县长张立善 许哲斌是一个非常正直善良的同事 但是他在两年前 因为家庭的因素 就已经离开云林县政府 也离开新营素的工作 至于这两年多来 他的事情我们真的也不了解 也无群无问 许哲斌和林玉宏都和张家有关系 一个是国民党工 一个却在2020年投入民进党怀抱 林北豪有恐吓案 扯出蓝绿党员 再为政坛丢整喊蛋 继续的重宝